昨天是開始的一個 六拜六 禮拜天過後 在禮拜一 整體來講 這個藥物的使用就 趨向於正常 所以在 巴斯洛維德昨天用了5860人份 那摩拉鐵拉維用1571人份 那總共用了 7431人份 漸漸這樣的一個使用量 應該跟我們這樣的一個 病例數 跟需要使用的人的比例 健去一致 那我想再過兩天 我們可能開始又把全體的人 都可以用 在快篩養 經過醫師診斷 確診後 那直接 可以來領用藥物 那藥物使用的比例應該 還可以再增加一些 那希望說能夠 在確診之後 能夠儘速的拿到藥物 那整體來講 這個藥物我們在地方在 這幾天還有摩拉提拉維還會進來 我們還在把它配下去 所以在今年 巴斯洛維德到現在用了33102人份 摩拉提拉維用了8670人份 那還要再強調這個 口服這是抗病毒藥物 並不是 所有的人都需要用 並不是所有確診都需要用 確診他包含了65歲以上 那還或者 不到65歲的至少有一個 我們的風險因子 那跟醫生說說明之後 那醫生會幫你選擇 適合的藥物 那至於在只要確診的人 那當然在使用這個症狀治療的藥物 那就沒有限制 只要有症狀 那醫師認為需要 那就可以開了來使用 這個症狀的藥物 所以還在強調 並不是所有確診的人都需要使用抗病毒藥物 在 比較年紀比較輕65歲以下 那沒有任何的一個風險 因子的話 其實 沒有用藥跟用藥 在治療上的效果是沒有差別的 再過兩天可能開始把全體人可用快摘陽性 經過醫師 診斷後確診 那是不是這樣意思是說我們在 本週四的時候就會開始全民試用快摘陽經過 醫師診斷確診這個 這個方向 那第二個是想請教是我們之前有公佈說 數位證明平台5月25號會上線增加接觸者隔離證明 這個是不是還是會如期在明天上線 謝謝 好 在那個這個數位平台那個最後一點小的細節 我們今天把他確認 那希望是明天仍然是應該是可以如期的 上線 那是不是禮拜六就要做 我們這兩天就跟醫院 相關的篩檢站 對於人力的安排等等的細節 做最後的一些確認 那很有可能會在禮拜四就全面來實施 我們就來吧 我們就不要來的 那麼開關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